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三重 瓦斯行的员工骑着机车送瓦斯 要替店家换装 没有想到车子没停好翻到 恰巧就压到了店家正在开着火的快速炉 整辆机车瞬间起火燃烧 当时车上还有再送两桶的瓦斯钢瓶 情况非常的危急 所幸民众拿起灭火器紧急扑灭 不过机车只烧到剩下股价了 另外就是在国道中山高 舞阳高架泰山路段 一早也发生了游览车火烧车意外 车上的乘客及时疏散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游览车烧成火球黑烟还向上狂窜 火势越烧越大 其他用户人经见吓坏了赶紧报案 国道火烧车意外发生在13号早上7点多 司机开着游览车行进国道1号北上泰山路段 一开始觉得车子有点怪怪的 先把车停在路间检查 疏散车上6名乘客 但没想到过没多久车就起火燃烧 火势又大又猛 整辆车几乎全毁了 当时正值上班见风时间 造成国道交通一度回堵大约2公里 索性没有人受伤 而火烧车意外还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 它是怎么烧的知道吗 消防人员到场地上 只剩下车架残骸一片焦黑 很多烟啊 然后他们就很害怕 被人家在堵贪 那个有瓦斯有没有 我们去看的时候也是很夸张 整个摩托车烧成那样 真的吓坏了怎么会突然火烧车 原来是瓦斯行的人 当时骑车送瓦斯到小吃摊 停车时疑似因为只踢了侧柱 支撑力不够稳 突然重心一偏侧翻 车倒了下来 压到小吃摊放在前面的快速炉 瞬间引燃机车整个烧了起来 车是没有松柱 是卡都啊 有踢 可是那个可能没有踢好 一个没注意酿成火烧车 恐怖的是当时一旁全是瓦斯桶 机车又不断露出汽油 险些酿成爆炸 熟悉大家机警拿起灭火气狂喷 才没有延烧开来 只是虚警一场 记得胖文学讲墨语新闻报道